那我们要如何面对气候变迁呢 首先就是基础建设要完善 运用科技能力 完成健全的灾难预警和防御措施 另外就是环境保护 很多人认为 尽管我们节能减碳做得再好 对于全世界的气候影响仍然有限 但是如果我们对于生态 或是自然环境变迁的 适应力和抵抗力都提高 也降低对化石能源的依赖 这样对于各种灾害 我们的应变能力都可以大幅提升 这就好像一个人他本身 但是身体很健康 在传染病盛行的时候 他得病的几率会比较低 而痊愈的速度又会比较快 更重要的是 我们必须要有新的思维 新的创意 未来若是工程技术突破之后 或许我们的房子 不需要盖在土地上 甚至可以有漂浮的城市 现在技术上还有很多困难 但未来或许是一种可能 它可以抵抗天灾 同时又可以去利用太阳 利用风来提供它基本的能源供应 然后里面可以有自己水的资源 我们可以利用雨水 利用海水淡化 还可以做些简单的粮食生产 自给自足 所以它可能是一个多机能 多方位的一种城市